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印尼观光圣地克里岛 Bali的阿贡火山Mountagon 从上个月下旬大规模喷发后 今23日又喷出高达2500公尺的火山灰 当局将火山警戒级别维持在最高第四级机场运作 则暂时未受影响 综合外媒报道 火山在当地时间中午喷发 喷出的火山灰更充至2500公尺高空 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BNPB 指出火山集周围8至10公里的范围内 火山警戒级别维持在最高的第四级 其外地区仍在安全范围内 总署发言人诺格罗霍 舒特普·巴尔尼格罗特表示 在警戒第四级的火山是绝对会一直喷发的啦 只是喷发的规模取决于每次释放的能量多挂 不用太过担心 因当地风吹往东北方 阿贡火山 今日的喷发并未影响到位于火山西南边约70公里的克里岛国际机场 Growl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目前机场人正常营运中 阿贡火山近日心情不佳不断喷烟 以下跑众多元想在克里岛迎接新年的游客 估计当地每日损失约1800万美元 台币约4、5亿元的观光收入 印尼总统佐科威 周科伊豆豆 昨22日才特意将内阁会议转移阵 第青底克里岛周开 还在受访时表示 我们想借此证明克里岛是安全的 能安然度过年底 希望大众先不要对阿贡火山的喷发抱有负面看法 试图避免即将到来的耶旦假期旅游人数锐减